開副意料 今天大家收看 市民台服意 我下雨下雨下雨 台灣政府呢 在今年營業分隔是這個 真心通過的大家的創造法 提供給鄉親對它們發 由動態的期望 因為說是否為了實惠療效 又讓它們發作保障 讓它們發作農營的選法 村民台服會將 地區的十字採訪的經驗 規劃的良識來討論 上一整個禮拜 我們在南條街中營業分隔 通過的菜池跟鄉親 提出說 農營的菜池落發 這裡是4Q 香港兩下的政策做不到的地方 今天我們特別要求 所謂來賓 都會有重用 政策的方向來討論 都會有重用 政策的方向來討論 都會有重新方向來討論 做得實質變作 耐重父母 本要讓你讓人 和鄉親 做得到的地方 好好的保障 楊皮尾他家說來賓 第一位來賓 我們要介紹 來參與論壇的是 衛福部社家署 老人福利組的副組長 陳美惠 副組長好 大家好 歡迎來 鳳羊 第二位來賓介紹是 雲林縣老人福利保護協會的 創會理事長林經立 立法委員台下董秀是江惠珍 惠珍委員好 大家好 歡迎來賓 第四位來賓 我們介紹的是 我們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員 林建成 林研究員好 大家好 歡迎來賓 第幾位來賓說是 全世界的老人天堂之三 你投過這段影片 先來看 是在地區裁縫 去到老人照顧 台地的清新也會親共 我們在天然中多花拉比波 負中安分落 我們在用柔軟 以早年以百 主題性法庭 今天特別要想到 撒起福全家小朋友 全家在錄音樂做盤 高兩億 我們在看著 有貪圖的責任 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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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台責任責任 這天也有優責任責任 本小朋友在錄音樂 全家都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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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老人們很習慣 我們在這裡 我們多種地區 也有很多 小朋友們在校園 去到小朋友會 去到年代的 小朋友會去到小朋友 去到小朋友會去到小朋友 因為這個小朋友 並不是這個小朋友 但是他們都很健康 他們都很生氣 所以他們都沒有擔心 一個藥餅的 跟蒜蓉沙拉 還有質感 可惜的料理 便宜的打字 這次的龍鷹人 下最多的是龍鷹村 既久落三起 但想还带你无求用 其他都求用 得关于用空前心态 来面对落法 推翻你三不胸共度落 五年共度息 上帝得过用路人来浪流 用副机轎就推翻 再接送选择 选择到共度就不账 换他的素材 我做了一个经验来看 我妈妈就推翻来台课 因为五个老人的鼻子 差太多了 在那里看他们的风景一层好 有共演用的 因为立刻了风景景点 那有台课想 我们要聘用的风景景点 既久落人家企业短短短的 落来不仅二三年 得过看路中落的关系 就还全面让你同事 大家好 您看到這段影片 在我們在班農夫年期間 實際去到德國採訪 在德國這麼大的國境裡面 他們針對老人的長期照護 這種養老的策略 他們機構非常多 總共全德國今天有1萬2千多家 透過這個動畫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在德國的養老經過的經營模式 54%是慈善團體來做的 40%是由私人 所以只有少少部分 是由公立的公部門來成立的機構 住那麼好的養老院 他們總要支付這些錢 其實在德國他們養老機構 很多分檔次 可是檔次不論高還是低 都是追求高品質 那可是他們國民所得也高 所以平均來講住一間房間 在德國的養老機構 大概是1千歐到2千歐 換算起來台幣都超過6、7萬 那如果是照護能 照護的機能型更強 可能還超過台幣9萬 這麼多的錢的支付來源 我們看到有長照保險 還有年金保險 跟少部分的支付額 那還有一個問題 也是值得我們討論的 德國的老人有1千6百萬 需要護理的老年人口 佔的其中1分之1 大概是230萬人 機構 住進機構只有70萬人 但是留在家裡 照護的有160萬 所以從這個比例原則上 我們就看到 原來在德國人 雖然他們機構又多元 做得又好又舒適 可是大部分的德國老人 還是心甘情願選擇 在居家照護 我們看到它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問題 我就看到了 3分之2是在家中老 只有一位老人是 某種程度來講 是不是不得不選擇 在機構養老 我有問題先請教 我們的理事長 你觀察在我們台灣的養老模式 我們也是這樣嗎 其實這個德國進駐機構的比例 跟在居家的比例 台灣也差不多 也是3 對 台灣也差不多 只是說因為 3比2 3比1 台灣比較特別就是 我們在居家的支持裡面 有一個是 這個很重要的支持對象 並沒有納入我們的 正式照顧系統 就是所謂的外籍監護工 外籍的什麼 我們的這些外籍朋友 照顧了我們 就看護人力沒有被納進來 對 超過20萬個家庭 是由這些人在協助 當然這是另外一個 其實我們在看 主要是因為觀念的關係 就是長者他認為說 這個進駐機構 大概可能就是 人生的最後端了 再來就是 他看到機構 他也會認為說 機構是一個 失能的表征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很多長者 他並不喜歡到機構去的原因 所以我們台灣的國情是 老人對機構 大概沒有什麼好感 成了就是覺得說 我如果要住機構 是被子女遺棄了 所以他們其實 對它是有點距離的 我問題請教一下 我們副組長 長照服務法 在5月份通過了 那其實我們過去 也有長照10年計畫 那現在有了長照服務法 在針對老人長期照顧這一塊 是有升級嗎 還是說這個法通過之後 會更普遍的照顧到 可以顧及讓老人 可以居家安老的這個條件 應該是說長照服務法上路以後 原先在我們10年長照裡面 其實我們有一些特定的對象 可是長照服務法上路以後 我們擴大了更多的 這個有需求的民眾 其實都可以來接受服務 然後呢 在我們很多的資源上可以做 藉著這個法的上路 可以做一些整合 讓民眾的需求不是一個單獨被滿足 而是有一個整合性的需求被滿足 那你剛剛看到我們 其實從德國的經驗來看 他們三分之二的老人想要在社區養老 那理事長說我們台灣的老人也一如是 那我們的這個長照服務法 有針對這樣的族群傾向去設計嗎 有 其實台灣的老人家 其實都真的是希望在家安老 所以在地老化這個原則 其實在我們很多政策規劃 是我們最基本的原則 長照服務法也一樣 我們希望還是能夠依照這個原則 讓居家式社區式的資源 可以發展得更快速 我們看到這個統計數據 國人的不健康存活是平均8.7年 這麼長啊 也就是說我們的平均壽命 國人的平均壽命是79.5歲 將近80歲 我們可以健康到什麼時候呢 健康到70歲 但是扣掉這個79.5歲 我們接下來是不是有要倒床的時間 8.7年都是不健康 比如說有慢性病啊 或有意外風險 會造成這樣的不健康存活 那這樣子的這個年份 就需要高度的照護 不是你一個人 樂天之命的在家裡生活 就可以度過這8.7年的 那我們來看到 其實我們真正在談長照 要面對一個問題是 不只是老人問題 是失了能力的老人問題 我們來看到這個 我們現在台灣的老人數來講 老人的失能比例大概佔16.4% 也就是換算起來 大概是75.5萬人的老人 是沒有治理能力的 那沒有治理能力 除了我們可以仰賴家人照顧之外 那現在我們的政府長照服務法 介入之後是希望透過這樣中央政策 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顧 那失能老人的速度還會不會再增加 從這個數據上看來會的 它是呈現一路往上升 委員你好 這個長照法過了之後 您現在看到 剛剛我們的副組長講了 有一些要顧到老人的部分 您的觀察 這個法真的可以實際落實嗎 基本上這個法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 老人的這個 這個失能老人的成長速度很快 那老人的我們初老的健康的老人 亞健康的老人 事實上我這邊有一個表 剛剛你一開始破口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說很多老人家 對於長照服務法通過了之後 也很期待 認為我們都可以受到照顧 但是事實上這個部分 我們長照服務法 它的服務的對象是指 您剛剛表格上也有的 這大概16.5%的這個 失能的人口 老人的失能人口 那當然還有包括這個 可能五歲以上的 或者因為車禍 或者因為意外的這些 失能的人口 那這個部分呢 基本上 它是沒有辦法走回頭路 那以現在長照服務法通過的 因為它現在的設計 我們看得到剛剛講的一個現實 以我們東方人 以我們台灣人來講 是比較喜歡在家裡面中老的 對 所以現在目前從過去 長照十年計畫當中 對 它因為很零碎 它沒有一個完整的 它可能從老服務法 從生權法當中 這邊抓一點 這邊抓一點 對 甚至我們預算在編列的時候 都是一個不穩定的 不確定的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給予我們很多的經驗值 未來推動的經驗值 可是事實上它還是需要 這個根本大法來做一些部件 我問題請教一下研究員 就你對台灣的觀察了解 我們現在開始推長照 因為我們的高齡化問題 已經顯然已經嚴重到 我們現在必須正視了 那我們在這種環環相構的 人進入65歲的老人 到要臥病的這一段 我們的規劃完善了嗎 你覺得是哪一個環節 還沒有被補起來 將來如果台灣能夠走上 長照保險法 能夠完成長照保險法的立法 那我們是希望說 將來會有一個現金給付 讓我們這個在地老化 社區化的政策更能夠落實 不然的話 你看現在的那個安養機構 大家認知大概一個月要兩三萬 是 護理支架一個要三四萬 如果說沒有一個保險給付 能夠來幫你幫民眾cover 因為現在的一個民眾 雖然重症的插管的比例很少 對 但是它對家庭的一個經濟負擔 是相當的重 所以其實研究員提到那個問題是說 如果我們長照法 將來要在服務的這一塊 以現在有的這個長照基金 要做這麼多的事 可能是辛苦的 所以那個穩定的裁員 當然我們接著會再討論 就是長照保險法 所謂的長照雙法的第二法 可以怎麼談 但是我們把問題拉回到這個 實際在我們的地方 看到 因為我們上一集在南頭的中寮 也請老人家談到說 其實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而且現在欠缺的是什麼 那這樣子的東西透過長照雙法 未來在規劃跟落實的時候 是怎麼哪些點可以需要被注意到的 那你給我找到 那你給我找到的 那你給我找到養片 那你給我找到養片 其實那你很快要找到 你給我扶摩法 六四度 鐵鳳 那你做得用得上 用得走 好 橘豬 要數按板蛋數 全部板蛋 拿去啦 讓表哥你騙什麼 天天的狗 老人家天天的外星同舟 是優惠 不可以付錢 規見法同學 讀下七十歲學家 跟老人家 在讀下行為 這條大陸用路人 除了兩順兩童為治療 等到行為 不可以當好的治療 說我們說學 我們說學的老人家是當時 我們說學是當時 當年過六七十年代 所心理解 突然任何自家 當太見 在訪住廟提起 最像搖蓋用路機構 以下減少八百個老人家 大陸兩大門 這條的孽度機構 主要是因為 自己 都沒到無法去照顧家 阿婆已經年幾十歲了 我八十年了 你為什麼會選擇 大陸來老人家 因為我小孩都送辦 特殊 小孩特殊 沒有人家過關 當然 我的先生過世了 小兒子也過世了 還有一個二兒子 我想我們兩母子 我感情到這裡來 我七十四年做董事長 我的總是 減少六趴 家庭 大陸兩日 80年 是七趴 我留在那一後 也十一趴 從那它 開始 100萬 三十年 要啦 186 按擁有床 日本人在說25.5% 臭手不及政府 推翻樓越東京 全推翻六年英求 超過三八萬三年 香港未經歷經典 出席紀教改修了 日記為香港新中證明 新年早上三期 老紀教造福 也有萬千改造福名 內紀詞 我們在中方 香港人不不便 相處不不便 反正臺勢就全部傳遣 台磊傳遣 不然沒有人 反正從對頭的資格 用的才能去問人 他們可能會有很多 不然這麼壓力 我比較平衡 我們家裡需要受到支援的對象 失能者到身心障礙者圈做的性強 我們政府做的一般戶 是百分之七十的補出 台灣對運業通過來討論 疫情的中早發 讓白衛擁有任意 民生跟史拉米創刑 企圖跟工作為病毒內衛 台下其實都在關心 老人家的照顧是全方位 老人家的失能是連續性的 他們不是說他們做日間照顧 做到平平均 他們叫他們得到蓬勢 因為他們看到這裡的錄音創 有什麼 挑白是接受日間照顧的錄音創 可能挑白是初老 不再變中老 不再變老老 全是階段性的 正在新年錄音創 調校已經有創造新年計劃去做 通過來創造父母法 為了可能會通過創造保険法 法度難度 總體父母帶來衛生金嗎 提供跟老人家 可以正經儲藥和運用 他們沒有辦法沒有慣性 因為台下都會有 所以你說老人家的狀態 為了讓我們此才會用 正經在下改法做得到嗎 問題我想要先請教我們的林理事長 其實我們過去台灣的長照相關立法 其實在9192年都開始陸陸續續在討論 當然現在這個話題是越來越火旺 這樣子三個法再對照起來 從過去的長照十年看到有八大象 都比較單點式的 如果說我們從老人的這個 需要被照護的失能程度 從輕中重來分 最重度的等級 一個月補助90小時的服務 那平均算起來 如果三餐 各兩個小時來照護 大概一個月只能被照護15天 你說要到全面來支持老人安養在社區 也挺難的 那現在長照服務法在5月份已經通過了 預計後年會實施 實施延續是八大項 也是說這些單點的盡量提升 但是還是在是比較的殘補式的 那我們再看到說 剛剛幾支委員跟副組長都有提到 人員訓練跟機構的查核 希望在機構可以做一些資源的整合 還是在這個機構上會比較強化一點 保險法還沒有過還在討論 這是裁員的來源 那這樣子一個整理 我請教理事長說 其實你在社區上實際看 在社區要老化 可以真正很安心 以這樣子單點式的照顧法 現在有這樣成績是挺高興的 但是你覺得夠充足了嗎 以現在台灣整體在提供這個 在地老化的措施的服務提供 事實上能夠普及性能夠覆蓋的長者 大概還不到兩層 真的喔 真的被服務的只有兩層 那其他的人都還是靠自力更生 對 譬如說他使用外籍建物工 這是最大多數 再來就是建築機構 這個也是很大的多數 那我們再看 為什麼說在地老化在台灣 還是這麼辛苦呢 其實是有幾個因素 除了說因為這個 譬如說我們來看日照 日線照護的設置 那個土地跟建築物很重要 那我們台灣現在對土地跟建築物的 這個取得 在日照中心來講的話 他們是困難的 我們現在日照中心的點 其實還沒有那麼普遍那麼普及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新增壓點 可是沒有那麼好找這個地點 是 因為我們土地是有限制的 所以到後來找到的土地 可能就是在聚落的縮圍 可能是用農地去變更 或是有足夠大的土地 就是在社區的外圍 那這樣子民眾是使用服務 他還是要離開他的社區 那就不方便了 還是不是那個社區照顧的概念 以最近的統計數字是 台灣現在的日照 以私人日照大概有130個 130間而已 130間私人的日照 那你說要達到一箱這一個 可能還可能只到三分之一 對 我們現在368箱 真的還有一點距離 而且我個人認為一箱一個日照都還不夠 還不夠 對 因為一箱一個日照 長者要去使用這個服務 這個服務圈還是要 這個一個車程還要三四十分鐘 他還是離開他本來的社區 台灣現在的居家服務 到最近為止大概是有 4萬4千多個長者在使用台灣的居家服務 那目前總共有大概175個居家服務單位 在全台灣各地 那這個比例算高嗎 這個比例當然我們永遠都覺得不夠 永遠都不夠 不過以他的這個 這個普及信用來講的話 事實上是也算是相當平均的 可是他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整體這個預算的限制 所以我們現在有發現 居家服務的平均每個人 一次的使用的時數在下滑 所以過去在98年 長照思念計畫剛開始的時候 平均一個人使用的時數一次 是1.75個小時 理論上來講應該要越來越高 結果在今年上半年下滑到變1.67 那是為什麼 代表就是說 合給每一個使用者的時數變少了 那副組長請教一下 我們法有過有預算來源 怎麼反而補助變少 讓這個服務無法深入 因為長照服務法是兩年後才開始實施 所以現在長照思念架構被騙 其實我要說明就是 剛剛您講的這個90個小時 其實只針對照顧服務而已 這八大項裡面 如果他還有其他的需求 是一併會提供的 只是針對在照顧服務的部分 重度失能的部分 我們會給他最高到90個小時 那其實我們現在的涵蓋率 已經到失能人口的 資能老人33%左右 剛剛提到林理事長提到日照中心 當然我們可以去做一個新蓋 但是在政策規劃的時候 我們希望先運用 目前有很多 比如說使用率比較低的 希望啊 可是就是很難變更啊 低度使用率的這些像 文康中心一些空間 先把這些能夠活化 那當然其他土地的問題 我們也一直在跟 不管是內政部的營建署消防署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努力 能夠希望將來有更多的空間 可以來設日照中心 那368一定不夠 但是至少要讓368個鄉鎮 至少都有一個日照中心 最好是有失能 也有失智的部分 可以讓他服務的對象更加的擴大 是 謝謝你副組長 那委員其實聽起來 如果真正有法也過了 也有預算 也有裁員 那可是我們在具體做服務系項的時候 真的在地方就碰到 安土給困難 這麼多的困難 光是一個土地的變更 可能都要費很多的時間 費很多的心力 沒有那麼快能夠立刻轉型 變成日照中心 可是事實上在地方的點 要做到越多老人的可敬性 越方便 得到照顧就相對比較多 原來在地方上 其實如果真的要去突破這些點 好像光是這樣子的一個長照法 我們看到的一個 什麼機構的轉型升級 或者一個大方向規劃 好像還沒有真正落實到民間 剛剛副長特別提到的 可能最好的做法就是現有的 因為因應的少子化了之後 很多學校 很多活動中間 很多單位 其實都必須要做一些轉化 跟一些活化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 政府透過法令也好 或者是營建單位 透過一些建築法規的鬆綁也好 其實是應該 我覺得是要做一個盤點 全國大概有多少這樣的一個據點 是可以這樣去活化去開發的 這個部分我想主政單位是衛福部 但是相關的像內政部也好 像其他的相關的部會也好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退府會 他們在一些過去照顧單位的轉型上面來講 看來就比較成功 那林研究員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講到的 這是社區養老服務的硬體 如果將來真的要普及照顧老人 那硬體上我們要點出問題 然後要看到它 那軟體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到社區共產 它有一種聯誼性質 讓你活躍老化身心愉快 但是這只是其中一項 那我們看到說其實在偏鄉 跟城市的環境條件是不一樣的 支援條件也不同 我們看到在農村在偏鄉 很多的老人 獨居老人 他們其實三餐是要靠別人來幫他 現在是有很多的這種照顧據點 有送餐服務 可是送得了一餐送不了兩餐 老人家一天只能吃一餐嗎 所以你看到這種軟體的服務 現在在台灣本地來講 我們這個服務長出肉了沒 將來可以寄望長照法 來讓這個肉長出來嗎 我想長照最大的問題 還是在人力 人力喔 對 因為我們常看到很多非營利組織 它提供了長照十年很多的服務項目 可是你在同一個網站的旁邊 你會看到它在 真人 真照護員 對 但是我們以普照聯盟所講的 就是說 他常常批評說政府現在培訓了 有十萬個照護人員 照護大軍 可是上線的只有兩萬多人 這數字不一定對 因為我是引用普照聯盟 他們的記者會的說法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 台灣真的缺照護人嗎 其實我們培訓的 就算我們將來如果長照保險實施 所謂的缺三四萬 其實現有培訓的人其實已經夠了 那讓他們想要進來這裡做 可是為什麼他們不進來 我舉個那個 我聽到洪光的 他們的一個經驗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一些照護學校 每年培育的學生大概有三千人 就是最近幾年平均 每年都有三千人 結果這些學生 他們除了靠航 所謂靠航就是到非營利組織 因為他們各縣市政府有申請委託案 他們可以經營長照的一些服務 他們可以去靠航那邊服務 可是薪水很低啊 那工作壓力也大 時間長 尤其是又要翻身 他們常常就是自己也很容易受傷 工作條件沒有很吸引人 薪水又不高的時候 真的很難有吸引力 對 然後他們目前另外一個出路 就是到大陸 去提供技術 可是很現實的是說 大陸他們把那些技術學起來以後 他們好像他們又失業 那些學生又回來 所以他們現在一個做法就是 他們幾個學生 比如說去豐原 他們找一些副理師 或是找社工師 他們成立一個團隊 因為現在長照服務法 我查過長照服務法 它其實沒有限制說 特別去限制說私人提供 但是看起來這個法是有點排擠財團 那把好像財團有點被污名化這樣 就是說那或許說這樣一個 也是另外一種模式 因為他們希望說能夠在台灣提供服務 但是你要有給他們比較高的一個待遇的機會 從專家的觀點來看到說 如果說有活潛在這裡運作的話 那在這個地方上的長照服務可以長出來 不管在城或者是在鄉 都可以得到相對應比較好的服務 那是不是這樣的觀點是可以適用在台灣 或者是各個地方呢 那先讓大家繼續討論 趙台下英文說 歡迎大家 各位觀眾都市民台北 在討論現場 你關心 為了要把人家推翻 跟老人家的外景 在近度 有了要把政府通過 從早服務法療程 對於你推翻跟老人家 很快要走過的香港嗎 刚刚其实我们谈到说 其实在地老化 社区老化 居家老化 是很多老人所期盼的 那现在政府在通过这个法之后 能够这个有实时的服务 可以服务这样子的需求吗 刚刚研究员的专家观点是提到说 其实如果要让整个银法的产业 被活络起来 老人可以得到真正更多元 更高档的服务的时候 这个商业的运作 或者说产业化的形成是必要的 不过我也为一些地方的村民 提一个问题 问林理事长 在我们走访很多客庄 或者是一些农村偏乡 讲到说如果说将来 他们老了要得到安养 如果都是要谈到钱 会不会变成是说 将来要住机构 要享受服务 如果没有钱 我就没有办法得到 在地方民间 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在长照服务的这一块 到底要怎么做 才可以让地方的老人 是真正可以满足需求的 好 我想因为 我们对于产业化的想象 有时候会过于载化为说 是不是就拒绝盈利公司进来 是不是就拒绝这个市场 完全不要财团也不是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 因为本来这个服务 照顾服务由市场来 由民间来提供 这已经是一个大趋势了 政府就是设计一套制度规范它 然后保证最基本的服务模式 在这个之上 那就继续由这个市场来提供 我觉得是在那这个思维 目前包括像长照服务法 以及或是未来的 再加一个长照保险法 或是民间党的税金制 我觉得事实上这个模式上 只是那个裁员的模式不一样而已 然后事实上我们再看就是说 那由那个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说 这个民众会不会担心使用不到服务 那为什么政府要规范 因为长期照顾它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因为它是照顾是长期的 因为当照顾变长期的时候 我再怎么样 我到后来会回到价格的取向 因为我的负担很长期 对 所以在这个 这个如果我们政府没有做一个规范的话 到后来会变成是 富得到好的 他穷得到差的 所以那贫富条件跟城乡差距 它只会被拉大吗 我们是在政府的制度设计里面 他会希望说 不管什么样的民众 你都可以至少得到一定程度以上的服务 那我如果像我比较有钱 我就可以去住单人房 或是说我就是可以多购买一些服务 从市场上来购买 如果我是一人没有钱的人 我就是得到一般性的 可是是符合品质的服务 那副组长 其实我们在长照法在推 所以我们是中央政策负责的是一个方向 那很多我们现在在场来宾也提到说 其实将来产业化可以让它内容做得更细致 那这样的细致程度可以放在对这个地方型的设计 要关照不同的地区的老人的需求去强化这一块吗 有什么方法是可以直接鼓励民间这么做的 其实刚刚讲到产业化我可以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在现在的刚您的10年长照那个项目里面 除了照顾服务这些身体照顾是目前是非利益组织在提供以外 其实这里面很多本来就已经产业化 譬如辅具的部分交通接送的部分 它一定都是现在都是产业在做的 因为我们的非利益组织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块 那谈到产业的时候其实在长照服务法通过以后 有关这一部分其实在居家室社区室 我们除了现在是非利益组织以后继续可以提供服务以外 其实已经让未来会开放给产业也有一个投入的机会 只有在住宿式的机构这个部分 目前还是比较采比较高度这个管理的 所以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 那其实一个整个照顾体系就像刚刚委员其实有一个图表 在最底层这个失能民众的这些需求 是政府责务旁贷一定要去满足它 可是中间有一块呢 就是我们必须把规范做出来 让一些现在在推的社会企业的部分 他也可以进来这个产业 当然刚刚理事长提到 老人的需求绝对不是只有针对失能的部分 健康老人也有很多的需求 那这些需求不管在食衣住行育乐的部分 其实都是我们产业界可以进来大家一起努力 让老人家做的需求更多可以得到满足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盘点 我们要把依照这个整个长照服务网这个区域的规划 把各个区域的资源盘点出来 到底这个区域缺了什么东西 缺了哪一种服务的内容 就是待会我们提到 未来的长照基金必须把它补足 这是我们目前整个政策规划的方向 那讲到台湾的现况 刚刚研究员也提到一个 就是人力的严重缺乏 人力严重缺乏可能就来自于这个工作的吸引力 它真的不是年轻人的梦想工作 可能就算是我们找二度就业的妇女 或者是我们透过外籍刊物的方式 这可能都不是长久之计 到底服务有了 那慢慢的我们在预算方面也要来加强 做整个资源的盘点 可是这个服务照顾的人要从哪里生 德国又是怎么做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困扰 要你只要跳过两个影片来看 我会讨论这个人力的问题 我会讨论这个人力的问题 还有2641点重缺乏训练 他们会通过减停 今年今年20年 受训总因素较667三年 百分之4点已无通过 5百分13三年纽约在合计的进展 全白人有28次应该训练机构 但最近年度重缺乏训练 都没多意乎 刚之又对持续調查 我至少部阻护 第一次 Brock 外获old公帐 是 比较roz的 第二次是严格 被运到 的伤责 对职事生胃 安台的监制 richten如果由他们的猿肉 就是另外一次 原新这个猿肉 如果有一个机构 everything will consider 之后 所以不是越最大 依静的 但在人学 在家裡 街道 外地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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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庭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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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寛创管領 2015 motion 我的第一個問題想要請教副組長 我們講到常兆基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雖然在財源上的預算沒有最多 但是很希望可以多做一點 其實我們講到如果說長期照護 要把它做得好 人力很重要 可是我們現在人真的就像研究員講的 是一直都拉不上來 將來我們長照基金的規劃 這些的具體做法是怎樣 我要先說明一下研究員剛剛的確是 我們現在培訓的大概十萬多人 的確在現在目前在長照領域大概兩成左右 那當然其他接受過培訓 有些可能是自己想要有照顧的家人 有一些專業的經驗 那當然有一些是就是為了考證照這個部分 所以呢在長照服務法過了以後 針對人力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的 120億的這個長照基金 我們就希望可以 除了服務資源的這個部件以外 在人力的部分 是可以提高一些誘因 讓更多的年輕人進來 那有一些偏鄉的地區 人力不願意進去的 我們是不是在薪資的部分 可以提高 讓這個資源人力也可以再進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現在其實 專業照顧服務員 很多人覺得 第一個就剛剛講的 專業形象不高 然後工作負荷也很重 還有就是我們現在大概有一些薪資 因為原先早期在推這個長照的時候呢 其實都是中高齡的婦女 那他們也習慣比較做部分工時的部分 那有發展到現在 其實我們希望有更多是比較固定性的人力 來從事這個專業的服務 所以要增加這個工作人員的認同感 那他的月薪要提高 不過這個月薪到底要怎麼提高 不知道大家實際的務實做法是怎麼 在德國他們是說 除非是透過罷工這樣的方式 強烈手段才可以翻轉 可是研究員要到這樣的程度嗎 就我們的照護人力的養成 當然已經它的重要性 被長照服務法看進來了 政府也有看到 那你的觀察 你的建議 如果說我們這一點也要跟上來 服務你整個要做產業化 人不可缺 怎麼辦 其實就算像德國或是其他國家 它也不是只有仰賴這些照顧服務員 那個非正式的照顧人力 其實也是政府必須要去關心的 我們剛剛看到一大群就是志工 除了志工以外還有家屬 鄰居 這些都統稱是非正式的照顧人力 所以說我是建議說 我們不要因為傳統的觀念說 鼓勵家屬在家裡提供照顧服務 就是把女人綁在家裡 讓她沒辦法出去工作 其實我是覺得不用這樣去思考 就是說其實像歐美的國家 像德國也好 瑞典甚至是瑞典也好 他們其實是透過照顧者津貼 甚至是提供照顧架 讓家屬可以安心在家裡提供照顧服務 以解決照顧人力短缺的問題 同時這不就是也是落實了 我們一直喊的所謂在地老化 但是有個問題我可以先請教一下 如果說把正在職場上的人力移過來 因應個人家庭需求做長期照顧 那某種成長我們勞動市場是不是競爭力就衰退了 萬一如果這一家的兒子他是高階的管理人 可是他如果回去回鄉照顧他連邁的爸媽 他在這邊的專業領域就失去了工作能力 對社會的貢獻也低了 對 因為你提到剛好是現在目前日本他們發現了一個問題 因為日本不像瑞典他們那些國家有比較好的一個照顧架 或是照顧者津貼 所以他們在發現他們中高階人力 因為面臨尤其是50歲以上的 面臨了照顧家人和他工作中的兩難 只有他最後只能選擇離職 或是說去換一個離家比較近的 但是薪水比較低的 但是對企業來講他少了一個競爭力 所以這樣有比較好嗎 如果說要普及那個照顧人力 那所以說其實企業主要應該去思考說 你如何去維持你的競爭力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在照顧架上 會多少去妥協提供給員工 而不是讓他辭職離開 是 謝謝研究員 那這樣委員聽起來 在長期照顧對國家老人福利要更好 企業的這個角色好像 如果他們也能夠加入 不只是在促成產業化這一塊 如果企業也能夠配合政府的政策 不管是在員工的機動調整 讓他們可以更照顧 繼續需要的老人之外 還有一些什麼方式是 企業的角色不應該在養老這一塊被忽視 最近一直在提說 過去我們的彈性工時 這個部分工時可能是一個 遼備一格 可是未來呢 他一定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值得開發 值得研發的一個專法專章 那你想想看 現在譬如說我們從明年開始要實施 一週四十小時的工時 這個勞工的部分 那你在這個如果你不去設計這樣 那我們現在又很多人是晚進早出 以前的可能你都做到 勞工做到六十歲 公務人員做到六十五歲 你現在去看公務人員誰願意做到六十五歲 五十幾個好想走了 大概四十五歲就在規劃五十歲要退休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樣子的一個找出的一個現象 那未來其實就世界各國來看的話 他們在退休了之後 再進入職場的這一塊 他們是有一些整套的一些法律的一些處置 目前在台灣這個地方其實是比較缺乏的 所以最近我們一直在主張勞動部這邊 一定要更快速的去因應這樣的一個趨勢 把這樣的一個專法或者甚至一個專章 要趕快把它整理出來 否則他在進入職場的時候 他可以受到的權益跟保障的部分 是比較薄弱的 那他們可能發生的風險跟危險性比較高的 需求性可能比較高的 你想想看我們現在育營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現在照顧老人的精神 可以用所謂現在照顧孩子的精神來的話 事實上是沒有不能突破的 你看我們現在小孩子有育嬰假 那為什麼老人家不能夠有照顧假 那公務人員其實也不是沒有照顧假 只是說他沒有薪資而已 可是你看在育嬰的時候 他可以在半年內他是可以有六成薪 所以我意思是說我們台灣不是做不到 而是說我們願不願意在法律上面 我們資方跟勞方之間 尤其我們的勞方幾乎都佔了 將近一千萬的人口是最多的 公務人員反而就是幾十萬的人口 那你比較全面去普及化的情況下 我們台灣不是沒有這樣的經驗 而是說我們在法律上面 怎麼樣去配套的去協助資方 他在勞動人力上面不會不夠 也不會因為這樣而失去的競爭力 只是我們要不要把它全面性的 變成一個政府的政策 大家各部會一起來 而不是只有衛福部的這個照顧師 或者是社家屬 或者只有老服組這樣子 太片面了 對 好 謝謝委員的一番話 那林理事長 就是剛剛針對這個人力的資訊 我們剛剛提到這2.4萬個在就業的人 基本上是在這個老人福利體系之下的 像包括我們還有護理自家體系 我們還有這個醫院的看護 這些總加起來大概是4萬6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的整個 當時培訓的10萬多人當中 目前在線上服務的大概有4萬6 然後在培訓的結束之後 有就業意向大概是7成 所以呢也就是說整個的這個 目前的就業率如果以那個人數來看的話 大概差不多六成多到7成 目前是還有在這個線上服務 那可是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培訓數太少嘛 還有就是整個人力的管道 還有薪資低 這不只是德國 日本 台灣也是 你的薪資低的問題來自於 這個配要誰付嘛 所以我們在思考說 解決未來的人力問題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怎麼樣去發展一個 在地的服務工作型態 在地工作 對 就比如說 我雖然我的薪資並不是很高 可是我就在我的社區裡面 我有其他的優勢 比如說我就就近就是我社區裡面 就有一個日照中心 或者我就在我社區提供居家服務 這種在地的工作型態 就稍微可以稍微彌補一些 新資照的不足 的問題 雖然說我沒辦法錢多事少離家境 可是我至少可以離家境 我錢還是不多 我事還是很多 可是我至少可以離家境 所以那個在發展專業服務的過程中 又如何去做到在地工作型態的出現 好 那這個問題我問一下 這是可實現的嗎 聽起來不難 可是難不難 其實我們現在政策目標 也希望照顧服務員都是在地的 在地嗎 因為他不需要花太多的交通成本 在這個往返的交通 所以現在其實大部分的照護服務員 也是這樣子 只是說那個區域有沒有那麼多適合 或者是想做照護員的人力可以訓練 現在就是有沒有增加一些誘因 比如說我們最近在做的一些工作 因為照顧這個老人家私人的程度 可能不太一樣 那照顧比較重度的 是不是我們給他的薪資比較高 那或者是有一些比較資深的照顧服務員 我們可以讓他到家裡去指導家屬 所以要把他分級化 對 剛剛我們講的 把他分級晉升的一個制度 讓他覺得 我不只是做一個照服員 還有一個升遷的管道 所以理事長增加誘因 除此之外 你還有什麼建議 宗教誘因很重要 再來就是工作型態 工作模式也會跟著轉變 譬如說我們現在的模式 都是所謂的 以時間去計算薪資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時候我去服務這個個案的時候 我可能必須要 我雖然是在地服務 可是我的服務距離是很遠的 我沒辦法真正的做到在地性 如果假設我們未來可以進入到 以案例或是以人去計算的時候 那我可能只要我社區 我服務三個重度失能的長者 我就夠了 我就夠我的薪資 我可以滿足他的服務 不是說我要90個小時 要拆算在不同的時間 比較以人為本的感覺 對 就是回到以人為本的時候 他會有助於留下 這個有心投入照顧的人 好 那時間進行到這裡 最後的問題我會請教林研究員 你是研究社會安全的 老人的長期照護 就是社會安全的一環 因為老人活得好不好 跟整個社會都是有關係的 那最後你來看我們台灣長照 現在要推未來長照保險法 也正在很瘋瘋活活的討論中 如果說這個社會安全 給老人一個生活無語的 這樣子經濟安全上的 一個最佳的國家的保障 最後的這一里路 你有一個什麼樣的期許嗎 家人能夠透過長照保險 然後利用社會保險的 它的一個部分提存準備制度 就是說我們雖然現在先收保費 沒用完的 我們就放在長照基金 那長保基金可以繼續再去培訓人力 再去偏鄉地區投入資源 那其他的可以去投資 然後增加他的基金的收益 為了後代的年輕世代做準備 預先準備 不要說我們這一代就把錢 全部都用完了 讓他們將來年輕世代 他們將來所要負擔的加重 就是說我們現在工作人口 當然不是私人 不是每個人都遇得到的 但是每一個家庭遇到私人 對那個家庭的一個經濟打擊 壓力是很大的 非常大 所以我是希望我們能夠透過 全民的力量 然後我們來累積我們的一個 長照基金 那也不要去影響到下一代年輕人 那也能夠去支付自己未來 整個國家的一個長照的所需 是 好 非常謝謝研究員 我們今天在村民台府來討論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平均快樂的年齡輝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